非洲的南蘇丹共和國 有一群放牛的牧民 生活在全球面積最大的沼澤地上 他們跟他們的牛相互依存 無法分割 他們會為了刺激牛汁 分泌奶水 會用嘴給牛的子宮吹氣 不過這個傳奇的地景 因為南蘇丹內戰 現在很難再次虧見 日本計時攝影大師 也挺合家 他就用鏡頭記錄下 這個神秘的民族 最近他首次來臺灣舉辦巡迴展 清澈眼眸的西藏女孩 涂上濃縮乳酪來保護肌膚 以抵抗世界第三極地 青藏高原的酷寒氣候 地球另一頭的撒哈拉沙漠 虔誠的穆斯林 在荒芜沙地裡向聖地朝拜 一張張震撼原心的照片 是攝影師 也挺合家四十年來 走遍全球的生活祭食 結局 這是傳統文化的地方 文化的重點是 結局是宗教來集中 接受到的 所有宗教都 出生在日本四國的野挺河家 長期關注居住在 顯惡自然環境中 人的精神生活 踏上拍攝偏遠地區民族的攝影錄 讓他看見人與信仰的關係 睡眠旅館 被一生物 竹子 在25歲時 蜜蜜的地上 那現在 幾年 沙原砂漠 然後 海角 沙原砂漠 就是 南北 激 Kim 然後 海音 山 空 海音 學 海音 山 自然 見 有些人的心股 有些的心股 有些人的心股 有些人都在一起 一項的地方 有些人有些人 作品中展現出不同民族的獨特生活 一組80年代在南蘇丹 拍攝努爾族與牧牛相互依存的畫面 其中族人為了獲得更多食物 會用嘴給牛的子宮吹氣 以刺激奶水分泌 也讓這個神秘民族受到全球注意 DINCA NOELという水族のキャンプに揺られて その生態といいますか 運命にも全く改ざんしないという これはアフリカの現地進歩といいますか そしてアジアに移って 野挺和家在朝聖之旅中 所拍下的景象幾乎難以再次重現 他希望讓大家更重視維持傳統文化的原貌 MING PAO TORONTO